歡迎大家收聽《無極限地帶》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Amika 今天繼續我們輪著你真的是你 有我們的特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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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賓是Clara Clara 跟聽眾說聲 Hello 大家好 今天差不多我們都做了四個麥倫 今天我們會做第五個麥倫 第五個麥倫就是喉嚨 喉嚨即是喉嚨 喉嚨後部說話我們現在說話的這個地方 先說回Clara Clara 已經從事了身心靈工作超過12年 她在去年開始 就開始用這個聲音鎮頻這個方法 去幫助客戶打開身體的細胞 釋放情緒 讓身心健康和循生連結和整合內在 她是一個聲頻 奴底 SRT 靈性反應療法療癒師 身身語言 程式學 高級執行師 和愛笑瑜伽的導師 好了 先說回 可能之前聽眾沒有聽過 我們之前那幾個麥倫的介紹 我簡單說回什麼叫麥倫 麥倫其實是身體中匯著能量的地方 好像一個漩渦一樣 所以我們就叫做麥倫 但其實它是一個能量 肉眼可能未必看到 但我們一定會感受到它們的存在 因為它們連繫著我們的情緒 精神 心理 心理都有 而心理包括是什麼 就是所有身體上的器官 神經線 內分泌線 荷爾蒙等等 所以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就追蹤了麥倫裡面的健康 或者流動得長不長順 因為其實所有麥倫都會影響 我們的身心健康和整體的生活 好了 我們來了 那就說回今天什麼叫喉嚨 喉嚨很簡單 在哪裏 就是這裏 我們喉嚨中央的位置 我們現在發聲的位置 我們都很需要喉嚨這個部分 幫助我們將聲音浸頻 從聲音裡面發出來 演繹出來和溝通的 說得很好 其實喉嚨除了喉嚨之外 真的很好考這個法音 還有什麼身體部分 還有很多 其實還有牙齒 聽力 即是我們聽的聲音 頸 喉嚨在頸 說話的能力 聲音的感覺和表達 其實都是跟flow chakra 我們稱為喉嚨 喉嚨這件事 所以其實因為它又連繫著很多不同的時間空間 所以其實我們看來好像只是發聲這部分 那麼簡單 但其實裡面的隕藏 不單止是這件事 不單止是這件事 回顧一點點 之前我們的底論 就是第一集 我們的底論就是 去連繫地球的資源 地球媽媽的能量 對於我們的心輪 上一集說 就是融合我們的精神世界和物質世界 而喉嚨很有趣 我不知道你們記得我們說過一個磁輪 其實是第二個chakra 其實喉嚨和微心輪 我們下一集會說 其實兩個都會代表了什麼呢 代表了我們磁輪 磁輪我們之前說過第二個chakra 它最主要是代表情感 創造力那方面 就會比較原始點的能量 而喉嚨這個個 其實就是一個高能量的方式 去升級了 它用一個不同的能量去代表 即磁輪那個其實會比較原始點 而這個喉嚨就會比較接觸高次元的能量 多些宇宙能量 高能量的情感創造力和溝通去表達 所以其實也可以幫助我們 去創造我們的實相 製造我們想要的環境 所以其實說話 是不是很重要 其實真的很重要 因為其實你用什麼情感方式 去什麼能量 去表達你的話出來 其實它都會很快地 會是一個很有效地顯現出來 在我們的周遭生活那裡 Kara 你有沒有覺得這樣 是的 其實如果說七個物輪來講 我們剛剛心輪就是 上面三個物輪 下面三個物輪 心輪剛剛就是在中間 剛剛說第二個物輪 都是跟我們的創意 不過可能在身體上或物質世界上 就會比較連繫 現在喉嚨也是在創意 不過在心智上或靈感上會比較多 所以如果第二個物輪 說我們的磁輪是失的話 其實多多少少都會影響我們的喉嚨 因為兩者都是負責不同部分創造力的 對 說得很好 如果當我們說我們的喉嚨 有些少少阻塞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其實大家都應該會發覺很 common 就是會發生什麼問題 就是我們溝通 說話會有問題 而問題是你不是不懂得說話 而是有時候有些事情 我不知道怎樣表達出來 其實大家都懂得說話 我相信 只要你不懂的 你都會說話出來 但怎樣去表達它出來 其實是會影響我們的表達能力 以及我們的溝通能力 很多事情想說 但是說不出 以及不知道怎樣說 還有可能影響的 除了日常可能我們會 例如會剪刀 例如好像我這樣 最近我也會剪刀 其實主要是能量上的融合轉化 例如另外就會是甲狀腺 其實後輪都會跟我們的甲狀腺 很有直接的關係 而甲狀腺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器官 因為它會影響我們的體重 我們對溫度的感覺 究竟我們個人是處於很亢奮的狀態 還是突然間又會覺得很疲倦的狀態 其實可能我們甲狀腺不是那麼平衡的人 我想大家都會聽過突然間 為什麼肥那麼多 其實最重要的是它不是肥 其實是因為內部失了一點點平衡 當然後輪可能是其中的因素 會影響到甲狀腺的問題 但在其他情緒上都有其他因素 但這也會有一個原因 我會覺得這樣說 是的 還有說到喉鱗 在身體上 剛才有幾天部位是頸部 也影響到肩膊 還有我們的頸椎 頸椎的位置 也相對到喉鱗的位置 很多時候剛才Mika也說到 我們不是不懂得說話 我們其實是可以表達到溝通 但如果問人 很多時候都會說不到內心裏面的一些說話 叫他們表達自己 或者多說自己裏面的一些聲音 很多時候 人們說到到喉鱗的位置 就說不出來了 因為這不是單單是說我們的語言技巧 我們的表達能力有多高 這是直接牽涉到 我們內心裏面的一個連線 一個部份 如果我們慣常不去 把我們內心的一些情感 或者去了解自己裏面內在 我究竟需要些什麼 究竟我裏面有多少連接的時候 在這個部份會Block了 Block了即是失了的時候 就表達不到究竟我想要些什麼 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聽不到我們裏面 不能夠聆聽到我們內在的聲音 就好像有個距離這樣 自己分隔了 在這個亦都是安全區 即是自己不夠膽去把自己裏面的一些實相 我想要些什麼 可以去大聲告訴別人 因為我們習慣了 如果扭曲了是Block了的時候 我們就會習慣了不接納 甚至我們會隱藏一些真相 我們不夠膽去面對那些真相 有時候很多時候 人們都會很大聲說 因為它有兩個極端的 要是很大聲說話 很大聲說話 其實很大聲說話 是在隱藏著 不想讓人知道 他內在真是那部份的聲音 而另一個扭曲了 就是他完全不說話 所以有人說 我都沒有 我都是平時這樣說話 但人們聽下去的時候 這個聲音不是來自真實的聲音 是來自一些掩飾的聲音的時候 聲浪不期間就會大聲了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 留意自己有沒有這個情況 突然間平時 人們都說你為什麼說話這麼大聲 但其實說沒有 我都是正常聲音而已 一個檢查的地方 我想一個簡單的例子 大家會比較容易得到 譬如說 我們很多時候 有很多歌星唱很多歌 不同的人 用不同的方式去表達一些歌 但很多人 有時候他的歌唱技巧 可能唱得很好 但始終他又不是很多聽眾 可能粉絲那裡 不是那麼多 其實我有研究過 Clara 會不會是她 是否從心去表達 這個歌曲的情感出來 因為有些歌星 其實唱的技巧不太差 但有很多粉絲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其實我在想 其實我留意了很久 其實是否 她有沒有用她真正的聲音 去表達出來 她是否真的用心去表達出來 你有沒有留意她當時 有些歌唱的比賽 一些老師評判都說 你這首歌很感動到我 對 會哭 不如連現場 我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你真是雞皮 你感動到我 可能是收錢的 我不知道 可能她唱的時候 和她的聲音 因為她的鎮憑作出療癒 其實我會發覺 是有些歌 我們聽到 感動到想哭 其實她真的連繫到她的情感 出來和大家分享 所以有些歌不是太特別 技巧很好 但她有很多人聽 其實跟我們日常生活是一樣 很多時候A和Mika和Clara說的話 是一樣的 一模一樣 但接收那個人和認受性 可能會很不同 因為大家的情感 和表達不同 所以我們怎樣去令到 例如你的伴侶聽你說話 或者你的上司、下屬、同事 會聽大家說話 或者用心點聽你說話 其實我想很多時候 我們是不是真正表達 真正的自己 這個就會是後輪 其實是一個很強大的力量 我會覺得是這樣 其實這個都很重要 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不在乎於你說話 有多少技巧成 有多少漂亮的字眼 而我們很相信每一個人 都很想到真實性和真心 但在真心的時候 我們是怎樣可以看到人的真心呢 其實我們說話裏面的振憑出來 的感覺上 其實我們會知道 我們會感受到 我們會感受到 後輪那裡 如果我們自己對自己也不真實 我們自己也有很多東西 收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發揮不到 這個後輪的作用 我記得當時有個鄰居 有個鄰居一起玩的 有個小朋友 有個男孩子 從小就有口吃 他說話就是 他永遠都說不到 那個說話出來 我們就要等很久 才等他可以說完 那句的sentence 因為他小時候 其實他家裡 他媽媽對他都很嚴重 每一次他們一說錯說話 他媽媽就會用很大的聲音 就嚇止他 停止他 對 停止他 你這樣說話 不行 再來一次 其實他在一個很恐懼之下 他很怕他媽媽又停止他 他已經很害怕 在一個缺乏安全感之後 再表達不到他自己 寧願說笑一點 但說笑一點的時候 他對其他人已經習慣了 有一個很驚恐恐慌的情緒裡面 因為他很怕其他人都停止他 而且他很留意我們的面部表情 究竟我在說話的時候 他有沒有說錯呢 對 我有沒有說錯呢 你們會不會笑我呢 你們會覺得我說得不好呢 在這個不得很舒服 去做他自己 因為他不能夠做他自己 而且他很怕 人家說他不因不存 所以在這個部分 他不可以很順利地 說到他心裡的說話 很奇怪 好一段時間 我們都沒有聯絡 大概 我們都不是經常見面 我想都是七八年前 再遇上的時候 大家都長大了很多 沒有了這個喉嚇 其實心理的因素很多 所以我們不要說 你出生的時候 因為喉嚇來自 他出生就是這樣 其實沒有的 就是因為接下來的恐懼 聲音鋪在心輪裡面 他害怕 等到喉嚨的時候 然後就開始喉嚇出來 所以這個都會在心理上 都會影響那個表達 那個能力 你說得對 好像我們說英文 看看心情 那期少說 你就沒有信心 你就還會喉嚇 但其實正常 你不怕 其實你說的就是沒有問題 我想很多人 英文、語言 所有東西都是這樣 是啊 所以從心的說話裡 如果大家溝通的時候 每一個人都很希望 大家有更近的距離 首先要跟自己內座的聲音 連結了 看看自己有多相信自己 還有看看自己的部分 如果你發覺自己都很舒服 很肯將自己內的情感世界 去跟別人分享 當然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希望 互相有一個連結 很瘦仔 我們不會想那麼多 那小朋友 我剛才搭地鐵來的時候 都見到三個小朋友 我看到他們很有趣 那個情感世界 小朋友就有這個 完全不拘小節 但他很容易去表達自己 不需要別人怎樣看他的部分 我想其實我們每個都需要 是啊 那好吧 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就請Clara 來跟我們用她的聲音震頻 去幫我們打開我們的喉輪 是啊 OK 好 是啊 好 那以下時間交給她 OK 好 亦邀請大家坐一個舒服的位置 我們坐直我們的身體 我們整個的蜜輪的位置 是在我們的脊椎 整個的脊椎 我們坐直我們的身體 然後我們專注我們的喉嚨的位置 其實每個蜜輪都有一個顏色 在喉嚨的位置 即喉嚨的位置 就是一個天藍色 是淺藍色的顏色 我們可以 舒服地 合上我們的眼睛 然後我們觀賞喉嚨的位置 是天藍色的能量 然後保持我們的呼吸 鼻吸 鼻呼 放鬆我們的肩膀 放鬆我們的肩膀 好 專注我們的喉嚨的位置 天藍色的能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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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藍色的能量 和來眼睛 寇演唱 很少 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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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